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让文道介绍和尚认识 结果呢 他太太和另两个女伴 跟着一个泰国和尚 就到那个泰国和尚 反正过了一夜 到他修行的地方 可能过了一夜 当然没有什么事 然后你知道嘉辉说什么 说我就很生气 那个泰国就不安全 说当然我太太也是和那两个女伴 也是四五十岁了 我倒是怕那个和尚生气 而且我很没面子 回来我太太说没事 我说你确定没事 太没面子了 对对对 所以你就知道 女人实际喜欢这样的男人 是吗 是吧 他这个能给你带来一些快乐 你不觉得吗 对对对对 我最近碰到一些就是 约会对象 他们可能很很会讲 就是很talkive 很爱讲话这样 那就是跟我以前 就是有一阵子 我是比较喜欢安静的男生 然后就有个长辈跟我讲 多话男生好 这样你以后晚年不寂寞 回家的时候就一直讲 讲给你听多好 应该说 呸谁要跟他过到晚年 你应该自强嘛 是吗 对 这样说到这里 我就忍不住要抱个小料 反正抱了料之后 不能放你们也会剪掉 我有一天前两个礼拜 在中环一家 一个shopping mall 远远看到又婷 跟一个男生在喝咖啡 然后呢 他又婷坐纸旁边 放了好多的名牌的袋子 然后呢 那个男生不断讲话 那个又婷不断笑 笑得好高兴 好开心 很甜的 那我当时真想打电话给文涛 我说我还是不要挑拨 你应该偷拍下来啊 拍下来嘛 你就发微博上 你就知道我没拍 他是因为还没得罪我嘛 得罪了我的时候才拿出来 还是说我缺钱用的时候才拿出来 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这么会穿衣服了 原来是有金主而已 没有 有金主 我还没说那个名牌戴全部是男装了 可能是他买来送给那个男生的 不可能你乱讲 你不要乱讲 这边也是编故事 这边也是记者编故事 这现在也不出奇 有的女的就现在就是很强的 很强势的 你知道吗 凭什么就说 为什么一定传统的女 什么男人养女人呢 现在我知道 这有的男人就和妻子在外面这个做事啊 自己在家里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啊 我很羡慕啊 是啊 所以咱们今天就得说的 也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女的啊 就是最近出事了吗 就是没出事就会说话 他就是太会说话了 太会说话啊 我跟你说啊 我这次在台湾 我有个台湾朋友 也是我的老师啊 他交给我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对咱 干咱们这行的人 有启发 就说要慎言 就说这个这个气啊 这个玻璃杯啊摔到地上啊 那是没法收拾的 说言出于口不可及也 这个话说出去啊 你追不回来的 所以这个有 一言即出 对像干咱们这个整天说的都是追不回来 司马南追 对吗 当然 他在警告我 都要乱爆料 当然有些个女强人 人家说话就不准备追的 那就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谁呢 李娜 李娜最近的话呀 还引起一个话题 我想啊你们俩还都不算大陆成长的 但我很感兴趣 你们会怎么看这个事啊 李娜 你可以他接受最近比赛接受一个访问 有的记者就问他 说姚明跟这个中国篮鞋关系很密切 好像说话也很小心 你会不会 你看李娜说 对我来说 我只不过是个网球运动员 我打球不是为了国家 而只是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感觉如果自己说谎了 或者是没有表达出心中所想 就不舒服 而且我相信 如果你撒谎一次 你就不得不用十个谎言 去为他做出弥补 这话也像是对家辉说的 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去做 当然了 我知道如果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 可能有很多人因此讨厌我 但是没关系 我心里舒服了就行 这里面 一个被那些个网站的人挑出来的标题 就是我打球不为国家 对你说记者坏不坏 这么一大段就只挑这一句话 我看完了以后 我看到的时候也是看掉标题 然后想说哇他 怎么怎么什么情况之下讲了这么一段话 再回去看到你刚才看到这个原文 我就觉得那没有 哪里错了 我真的我真的想问 哪里哪里讲讲错要让大家生气了 我说真的就是 他为自己打好球啊 那如果他打好球 那大家就认识中国的网球选手 那对中国不好吗 没有啊 他讲这句话有对中国不好 没有啊 他以后把他自己做好了 问心无愧 而且他是个开心的网球选手 他才会好的表现啊 你们给他那么多民族的压力 然后给他那么多的期望 我觉得这是很没有意思的 这就像是谁啊 就是说那个是谁说过一个话 说这个毕加索 说毕加索画画不是为了他的国家 相反他的国家反倒应该感谢 有个毕加索 是和这个关系吗 那所有艺术家嘛 画画也好写作也好 打球不是不算是艺术啊 虽然打球可以体育有艺术啊 可是你任何一个要做自己 要做好的事情 一定是为了你自己嘛 你可以同时也觉得说 我让国家来分享我的光荣 没关系 可是国家不懂怎么教我打球啊 国家怎么懂啊 不是什么有一个美国总统讲 今日你以国家为荣 明日国家以你为荣啊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 今日什么某某学校 我以你为荣 明日某某学校以你为荣 他希望你出去以后 就是有所成就以后 我们说你是校友的时候 我们学校觉得很光荣 但我不可能出来说 我今天做父皇主播是为了 我们台湾为了五默默学校 对啊 这个也把自己的责任弄太大 我也把自己放太大 我可能没有这个能力 但我把自己做好 如果我的国家因为我 或者是我的地区因为我而感到光荣的话 那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 对 你看你们这么看 这就说明啊 就是过去的大陆人呢 对思想上还是个冲击 因为我们说惯了的是 当然是为国家 不为国家你为谁 有你自己 所以打的时候就是 不是他有几种情况啊 你看体制内的运动员 中国有名的叫举国体制 那么他说是国家培养了你 所以呢 你当前几年那个有个运动员是华冰的 还是冰 反正冰上运动员还说 好像就是因为先感谢了父母 才感谢国家 这都不干了 啊 你是把父母放在国家前面 你知道吗 但是有些人觉得说 国家花钱培养了你 国家发现了你这个人才 国家发现花钱培养了你 所以你不为国家 你为你自己 你这个说话叫狼子 不叫狼子野心 就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知恩不图报 不不知恩不图报 对吧 但是呢 像李娜的情况也比较特殊 他是单飞了吗 人家自己去去打去了 而且我就跟你讲 人呢都是带着一些过往的一些原因的 你看啊 就正如说 他们讲 说曾英权 香港人这么样的就搞他 对吧 其实真是因为那点事吗 有人说了 说也是 其实也是因为本来对他不太满意 你明白吗 就是说 哎 这么几年 好像香港经济还没有都都弄不好 对吧 把责任归咎于他 你知道吗 是因为有点积怨 这可是曾英权那个例子又小小不一样 那个事情坦白讲 除了当然会觉得他弄的不好以外 情绪感觉不舒服 另外是对事不对人 因为香港一直以来坦白讲 为什么让香港成为 别说中国大陆 全世界一个很独特的城市 他对很多制度 特别清廉 廉洁 奉公守法 这四个字 看得很重 所以说假如是有所怀疑的话 相对于其他有一些公务员 可能做了类似的事情 甚至更轻微的也要后来出了麻烦 所以他对这个事情比较看重 这就叫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两件事都是挑战了价值观 对没错 就是香港这也是挑战了 香港认为奉公廉洁的价值观 李娜的这句话 只是他挑战了中国民众 某一部分 对民族方面 国家方面的价值观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至少之一是什么 叫爱祖国爱人民 但是我要说是 他讲了这句话 他没有不爱 为什么大家就一翻两瞪眼 你说我不是为国家打 你就是不爱吗 他没有放弃中国护照 我们台湾还有很多运动员 没办法为了求生存 我得转成其他国籍 我才能够在那个地方 或者在很多地方 我才能够出场 对啊 那你要怎么说 他有时候是为了生存 你那都没有到这个地方 他没有说不爱 所以大家怎么会 把他一翻两瞪眼 就扣那么大帽子 然后挑一句话就说 你就是这句话 因为表示你不爱 那这样就严重了 哎 你怎么能把实话说出来呢 是吧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会被我杀身之后 铃驰枝植úsica 凳九蝴股房 弹桃花春雪 彩磨疾之水 最弯九季 年份完将 无紧不久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你看有人就评论 都写李娜的真话 是这个社会的敌人 你就好比说 我再假想说 要是有运动员 世界冠军采访他 他说我就是为了钱 我甚至我也不为了国家 我也不为了什么 热爱这项体育运动 小弟就是为了这个奖金 一百万美元 所以呢 我一直努力到现在 今天到手了 我很happy 这个应该受到批评吗 这应该也不会了 但是身为社会人物 公众人物可能是不是 对 也知道 你看你还是有底线的 还是有底线 我认为这样都很好 那这个你说 你说真话是一回事 可是得体的话 不一定是等于真话 我们人家人哪碰到谁 你说你漂亮 我刚不是说 又婷很会穿衣服吗 好面话 所以说得体的话 不一定是真诚的话 或说应该这样说 真诚的话 也可以有不同的说法 或说选择 什么时候说 我们可以不说谎话 可是不需要勉强 自己什么时候 都把所有的真话 讲出来 我们可以讲 讲某部分的话 我觉得假如在一个环境 当大家都讲 说这个体育运动怎么好 或说我们国家 怎么能培养人才的时候 突然有人这样子说 我不是啊 不是为国家 我也不是为记者 我为了钱 为了钱去买个房子 然后再炒卖 然后再退休 也是真话 可是很不得体 好像大家在吹一个气球 突然有人在旁边 无缘无故 拿个针来戳它 我是想戳 可是你需要这个时候来戳吗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活 或说里面的智慧吧 什么时候 讲什么样的话 嘉辉讲的这个有道理了 这个就是主持人琢磨的问题 今天呢 很多人讲啊 叫玩个性 或者说耍酷 或者说我就做我自己啊 做我的这个什么 真我 我想讲什么 我就讲什么 这似乎没人能说 你有什么错 可是实际上啊 咱要说更高班一点 更高干一点的讲的话 它有个恰当不恰当 是 合适不合适 有这么一个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主持人 你就考虑这个问题呢 你在一个场合里 对吧 对 你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也许它是一个真话 可是如果台下坐着的 都是这件事情的相关人 你说的这句话 会使得他们今天整晚上都不开心 那么你要说 还是不要说 你要说啊 我不说就是我虚伪 我觉得也许你可以选择另一个场合 同样表达你的真诚 那就更就是更圆满 对吧 大家又了解了你的立场 了解你的意思 但是你知道吗 有的人就觉得这样做人 好憋屈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里边就又讲到一个更残忍的地方 这个人啊 你真的是要强 你知道吗 有本事可以胡说 真的 到一定的位置的时候 你就可以胡说 可以胡说 真的就是你可以不管这么多 因为谁叫你有才呢 没办法啊 就是社会宠着你 你没人有你这个本事 但是你看很多人没有任何才能的人 他怎么办 我也是这脾气啊 是吧 我我觉得我比李娜更想那个什么活头争我 但是你知道吗 你活不下去的 可是我觉得相较相反 因为是或许你就是没有被 不是变成一个社会人物的时候 你才可以畅所欲言啊 因为你的影响可能只影响你旁边的同学 你的公司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公众媒体前面 我就不可以畅所欲言啊 因为你做的是社会责任 以及社会的表率 你影响的是几万人 几千万人 几亿人 大家以你为改 楷模说 你就不可以这样这样 你就不可以 可是每一个圈子 都有它的避讳嘛 也很难说每一个圈子 都能够畅所欲言 你在office就不能 或者说你在家里 你妈妈煮菜给你吃 好难吃啊 妈 你说爸妈那么丑 你吃得下 你也是讲真话 不是这样就引起家庭革命 而且真话假话 这很难说 你刚刚讲到自我 耍个性 就让我想到 以前我闯过一个祸 以前我在一个公司上班 有我的下属嘛 整天又开口闭口 我要超越自我 我要超越自我 其实无所谓啊 年轻人 可是我刻薄 我就受不了 我就告诉 问他一句 你要超越自我是吧 好啊 可是你自我起点那么低 超越了自我也没怎么样 那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根本整天要超越自我了 哇 可能伤害了他的心 从此他对我台面台下 做了很多的攻击 我才想到原来伤害一个 他自我膨胀的人 的自我 是那么 那么可怕的伤害 所以那个 那个以后 我就不敢畅所欲言 但是这个东西啊 还真的就是说 你自己耍性子啊 你就坚持你自己 到最后呢 你获得了自由 你知道吗 你看我们周围都会有这种感觉 一个人说话肆无忌惮 他总这样的话呀 大家就接受了 他就是这个性格 对吗 或者说 他对这个说这种话 或者他跟人发脾气 不会有人给他计较 因为知道 这就是个性情中人 他从来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你看 他反而也得到了某种自由 你们会原谅他 是 你也不会觉得 他冒犯了 但是在谋合的过程当中 你得就是继续坚持下去 有很多人在这个 谋合的过程当中 因为肯定他在 展现自我的过程 大家在接受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是 有很大的反弹 你知道 有的人呢 他谈不到坚持 他是根本就不知道 这类人的反应 好幸福哦 他的命 他没有别的选择 他就是 很幸福 对 本公司就有这样的 我特别喜欢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传场千年亮造工艺 历经宣宝固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囊 幸福就在离海 最近的地方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汉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独动全球发售 那是不是该讲林书豪了 对嘛 讲讲台湾的 林书豪 人家现在都写成书 书球的那个书了 是啊 林书豪 是啊 你还爱他吗 我还是爱啊 你还挺强强 不是 但是我应该是说 他就算只赢那么一个月 就只有那个二月的光辉的二月啊 他现在三月时代杂志就骂他 二月把他变成封面人物 三月时代杂志最近写了一篇 我这样骂林书豪说 怎么可以一直输球这样 但不管如何 他起码只要他是那么 曾经历史上一个月 他是封面的时候 对 我就觉得他鼓舞了我 说一个人 你只要坚持你想做的事情 总有替补上场的时候 总有替补上场的时候 那你就那么一个月 我觉得 在MBA打球 谁能那么一个月啊 多少人死在沙滩上 没有像他 连一个月都没有 没错 更何况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 怎么讲 就是你看到旁边那些 那种高头大麻怪物 你还觉得你可能 你已经被流放边疆那么多次 要是我是哈佛的学生 何必 我也有我的自尊 然后 你知道我在台湾 我就感觉到这个 林书豪火的程度 当然是在大陆都很火 但是你们想象不到 在台湾火的这个程度 那几乎是所有的节目啊 话里话外都要带上一句 林书豪 你说这件事就真的相反 这个就不是林书豪说 我为什么台湾打球 这没有 因为林书豪从小就一直在美国长大 所以这整个是等于台湾的人 去把他 就是真的台湾以你为友 这样 把他拉过来 一把他贴过来 重点在于说台湾也没有强迫林书豪 是是是 你要以我们台湾为荣 是是是 也没有嘛 对 比如台湾真火啊 我也刚去了台湾嘛 碰到很多中年的朋友 是中年的朋友的老婆的爱林书豪爱的钥匙 是是是是 甚至有一个台大教授告诉我说 他老婆很清楚告诉他 说假如他今天碰到一个林书豪这样的男人 我愿意跟你离婚 把我那个教授朋友气得要 我跟你五十年的夫妻关系 你愿意跟一个这样 比不过这样小时 三岁的哈口小时 没错没错 但是林书豪自我的认同 他是美国人是吧 对 他说他是美国人 他倒没有自我 我觉得这到大家出口 他倒没有去认同什么 但是例如说大家有问他 你感谢谁啊 你今天有这个成就 他感谢谁啊 他第一个感谢上帝嘛 他就非常虔诚的基督教信仰 电视剧我觉得他要感谢他的父母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你都可以念到哈勃的学生 你可以让他留在NBA就是打板凳 而不会觉得说 你应该要去什么金融界赚赚钱 或者是会去哪里做件事 好像从来没有美国人说 被问你感谢谁 他会说我感谢民主党 我说感谢贵和党 我感谢美国贵和党 对就是奥巴马选上也会说 谢谢上帝 奥斯卡奖颁奔奖 他们一般都感谢一些具体的人 感谢导演 感谢老婆感谢孩子 他没说感谢美利坚和党国 对啊 对啊 真的感谢上帝 对啊 这挺奇怪 蛮好玩的 对我后来想 为什么感谢美利坚和党国呢 想像我给了他一切啊 假如有一个英国人 也是英国明星 我感谢英国工党 感谢英国 利三百 感谢女王 那是蛮 那像派国来的竞选代表 一定把他送去那个竞争兵员 那情况是不一样 可是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喜事录 你刚说他突然要好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